2020大選逼近 观察网络声量 超夯的政治人物有哪些 大家好 我是雨林 我们今天又出任务 因为最近政坛也为新人崛起 就立刻在网络上爆红 他拥有出壮的外形 加上他带着在外资金融圈 十年的投资经验回到台湾 我们今天来到他的办公室 要来带大家看看他死底下的模样 因为现在没时间运动 所以有机会在当时开会的时候 拿两张椅子就回座几项 所以其实健身不需要大队桌上的 不是一定要加入健身房 不是一定要买很多装备 家里有两张椅子我们就可以动一动 大家好 我是吴怡农 台北市中山区北松山区的立法委员参选人 哈喽怡农你好 我刚刚看你在健身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你的健身菜单 或是一些健身的小黑帽 现在在选举 所以比较没有时间运动 那我在家的话就因为我在家里有一组哑铃 40磅的哑铃 所以就有空的时候拿起来做一做 20下30下也OK 那重点就是让你的肌肉运动到 我如果比较忙的时候 一个礼拜如果去健身房两次 我可能一天就是第一天是就是上半身 练上半身第二天是另外一天就是下半身 那如果我们有时间去三次 就是分这个所有推的动作跟拉的动作 那再来腿部腿部的动作 那当然你每天都练核心了 除了运动我们要注意饮食 那糖类的有糖分的东西就少吃少喝 然后我晚餐就尽量少吃淀粉 因为我们都知道你今年在外资高盛 有十年的经历 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你的心得 或是一些你看财报都看哪一些数字 以前的工作其实是很有趣的 因为我的工作就是负责帮公司 也是高盛 在跑遍亚洲去不同的国家 看不同的产业 然后看不同的公司 最后的工作是 就是要不要投资不同的企业 或者贷款给他们 所以其实最后的是看一个公司 有没有竞争力 值不值得我们投资 值不值得我们支持 我们重视它的产业 它在什么行业 它在整个产业链 供应链它的角色 那最后这一家公司本身 它经营的如何 那它赚不赚钱 赚钱的话是赚 它现金流是挣的还是付的 这些都会带入考量 所以其实我们看任何一家公司 是要看全盘的 有全盘全方位的考量 那我们当然重视的是ROE 一家公司赚不赚钱 它的资本额多少 当然现金流也很重要 那最后它到底是不是 它有没有借钱 对不对 那其实很多公司 它可能常跟你说账面赚钱 不过它现金流是负的 Eno那你有在投资吗 像你自己在投资的时候 你会选择股票还是债券 还是其他类型的一些标的 我其实蛮喜欢投资债券的 那当然第一个 因为是我平时很忙 所以我没有时间去 做每天的操盘 但是另外一个原因是 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我们投资的时候 是要看长期 那我们也知道的巴菲特 其实是一个 是一个大家都非常崇拜的 一个投资者 那他其实他的投资理念 也的确是这样 就是说他要投资好的公司 而不是今天最夯的公司 那我觉得我们作为投资者 不管是个人理财 还是专业的基金投资者 其实我觉得这都是 更好的方向 所以其实我们看的是一个公司 长期的这个经营能力 它长期的竞争力 我们不是看他今天或明天 股市是会被炒高 他的股票是会被炒高 还是炒低 债券我们关心的是一个公司 有没有能力去偿还他的 每天定期的付他利息 他欠这个债券人的利息 以及最后偿还他的本金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非常 我就可以很清楚地去 判断一个公司的现金流 有没有办法承担 这样的一个负担 那最后假使公司 真的出了问题 那他背后有没有足够的资产 那在年轻人创业的部分 你会跟我们分享一些 你有没有一些新创的政策 或者一些想法 政府可以做的有几个 当然是一个在年轻人生活上面 减轻的年轻人生活压力 这是必须做的 所以像刚刚我们谈到的 在居住方面 不管是租金的补助 还是建设更多的社会住宅 这些都是对年轻人会有帮助的 那再来年轻人要创业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中小企业 一定是从中小企业开始 中小企业需要更多的补助 以及贷款 新创公司挑战是一 它还在成长 一 它的营业模式还不确定 可能一直在调整 然后二 它现金流一定是负的 它还花很多的钱去做投资 去建设 去买设备 那所以现金流是负的 那也没有很多资产 所以从一个银行的角度 一个没有资产的公司 然后现金流吃紧 然后在营业模式一直在变 所以导致新创通常一家新创公司 没有办法跟银行借到钱 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政府要 如果我们要培育新创公司的话 这个中小企业的贷款的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现在是目前它很难拿到资金 那这个是贷款的方面 那当然新创公司的另外一个管道是跟基金 私募基金去募钱 那无论哪一个管道我觉得我们是要鼓励更多的资金进入 来开始培育来开始支持我们的新创公司 我们可以提供年轻人更多的 比如说在贷款这一方面更低的利率 但最后的风险还是要这个公司去承担 一龙那对于台湾未来的展望 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壮阔台湾 我们看到过去十多年来二十多年 其实过去二十多年在全球化的这个趋势下 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其实集中到 很多都集中到中国 那这个当然我们过去十几年也是也有受惠 不过我们也看到经济的依赖 导致我们在政治上面 很难跟中国有更明确的一个自主 我们的优势当然是我们过去几十年来 其实台湾经济的很大的一个动力 来自于我们的高科技产业 我们高科技产业其实不是单一家公司 它是整个上下游的产业 整个生态整个系统 所以其实是一大群公司 那这些这样的一个产业的结构 其实目前为止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 那这个是我们当下的优势之一 大环境当然是我们的基本条件 大环境的法规体制 我们的人才的这个教育素质 我们的语言能力 然后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很基本的优势 那在这个上面呢 我们有高科技产业一定 我们已经有一定的基础 过去几十年来建立起来的高科技的技术基础 那我们要善用这些东西 我觉得要开始在高科技的下一代高科技 做更好的布局 比如说人工智慧 AI 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 我在想什么 我现在讲任何一件事 我等一下就会被要求做 现在已经回想了 还没有竞选的生活 是好像很遥远的时候 那个 你不会叫做福利挺身吧 我对这个在镜头前面开始做起福利挺身 养我起座 目前还是有一个障碍 还是有障碍的 等一下 你弄得要 太快了 太快了 没跟到 没跟到 好 OK 好 那当然我觉得每天看市场的 你看真的眼睛要脱掉 真的 拿掉 怎么办 这是从你的 我真的必须戴回去 是不是 可不戴好像想比较好 比较自然是吗 嗯 好 好 想要 你 我 你 点 那 你 的